嗨 大家好 这里是畅畅 然后呢 今天我要给大家录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的主要内容就是给大家讲一下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结业考试的一些相关事宜 我们都知道对于临床医学的研究生来说 尤其是专硕的研究生 然后我们在上学期间需要进行三年的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也就是我们俗说的三年的临床轮转 然后在这个轮转结束之后 我们需要参加一个归陪的结业考试 通过了这个考试 然后我们才能够相当于真正的就结业了这个概念 然后这个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考试 它究竟重不重要呢 当然了这个考试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现在专硕是四证合一 然后这个归陪证就跟我们的学位证和毕业证 它是属于一个挂钩的一个情况 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没有通过这个归陪结业考试的话 最后有可能拿不到学位证 就像我身边有一些同学可能转博的 或者是考上博士的 以及找到工作的就是有一些同学 或者是我听说的 就是他们可能就是由于这个归陪结业考试没有考过 然后就导致辛辛苦苦 然后费了很大的劲 才考上了博士 才找到的工作 就飞了 这真的是一件很得不偿失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我们还是要重视起来这个归陪结业考的 然后我是在华西归陪的话 然后我是属于四川省的一个归陪 然后呢 归陪结业考的话 它主要是包括有技能跟理论这两个部分 然后技能的话是各省分开来进行组织的 也就是说你就是每一个省份 它考试的这个内容其实是不一样的 就拿我自己来说 然后我是在华西归陪 然后四川省的话 它技能考试主要就包括有两个部分 第一个是通科技能 通科技能的话好像是内外科 然后其他的科室好像考的都是一样的 我们 然后通科技能的话 我们当时考了是心肺复苏和肺部查体这两个部分 然后通科的这个技能考 一般都是在自己的培训基地考的 所以说这个考试的话 一般通过率很高 几乎不怎么会挂人 毕竟是自己的归陪基地 先考的老师可能也就是自己在归陪基地 有可能会遇到的老师 所以说这个就不需要太担心 就提前看一下就是相关的一些注意事项 然后把整个的操作流程熟悉一下就行了 然后我们的第二个是专科技能的考试 然后我们专科技能的话 当时就是我是归陪的是内科学的专业 然后当时是除了有一个病例分析 病例分析考的是一个肝衰节的一个病例分析 然后这个大纲上好像并没有提到 大纲上提到要考的是肝炎肝硬化 然后他没有提到就是说可能要考肝衰 就你要分清它是极性呀 亚极性呀还是慢性 然后这个肝衰竭的一个分期 然后就是我们还考了技能四选二 然后也就是在股川 腹川 还有气管插管和卫管这四个技能里选两个考 然后一般考核结束之后 主考官会问你两到三个问题这样子 就觉得这个还是要把就是这每一个技能都看得很熟 然后就是理论考试的部分了 理论考试的部分的话是全国统一的 然后我记得当时我考理论的时候 他考的题目就有像骨髓图片 他就给你一张骨髓的片子 然后让你根据这个骨髓片子当中的一些细胞类型呀和染色 然后判断是哪一个类型的白血病 M级型的白血病 我觉得这个对于血液科的专科医生可能都会有一点难度 然后对于我们这种在血液科只待了短短两个月的轮转的住院医师来说 我觉得这个题真的挺难的 然后还考了一些读图题 就是比如说让你判断是哪一个肺段 然后还考了比较偏的什么血流动力学分级等等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理论考试它还是有一定难度的 要比值一考试的难度要大 然后所以说我就想要提醒大家 如果说要刷题的话 就尽量的去刷主制或者是终极职称这样的题目 然后就 我觉得就是一海一考的那本书 其实自己当时也刷了一下 就觉得那本书上的题目的难度偏低 而且也没有像他们机构就是吹捧的那样会有很多的原题之类的 所以说如果要刷题的话还是建议大家去刷主制 刷中级刷副高这样的题目 因为我觉得就是归陪结业考它那个难度跟这些职称考试的难度其实是相当的 当时考完之后还真的就有那种很担心自己考不过 然后觉得自己发挥的不是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心情在里面 然后最后成绩出来了考了个430多分 反正就飘过了嘛 然后好像那科就因为题比较难 就大家考的分数普遍都不是很高 所以说如果要刷题的话 大家就可以趁最后就是有时间的话 然后因为在结业考那个时候大家的事情很多 就有可能有些人是在忙考博找工作的事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在忙毕业答辩就是论文答辩的事情 所以说就是有刷题的时间其实并不是很多 所以说如果有时间的话还是尽量抽出来去刷一下 就是我刚才说的那些职称考试的题目 然后这个或许对我们的那个有帮助 因为我觉得他们题目的难度其实是差不多的 然后最后就是想给大家讲 最后就是给大家讲一下一定要重视起这个考试 就不能抱着侥幸的心理 因为这个考试对我们专硕来说是真的很重要的 因为归陪证它毕竟是跟学位证和毕业证挂钩的 如果我们没有归陪证就拿不到学位证 就真的会影响我们找工作会耽误很长的时间 像今年它突然之间国家就是说10月底的时候有一个补考 但是明年就是它会是什么样的一个趋势 我们也不知道也许明年可能就没有这个补考的机会了呢 所以就不要侥幸的说有补考的机会 我补考考过就行了 就算你补考考过它10月底考 你也要等到将近12月份它可能才会出成绩 那个时候然后出成绩之后发证也有可能会再耽搁一段时间 就可能真的会对你人生的一个规划呀方向呀 真的会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还是在这边提醒大家一定要重视起这个结业考试 然后希望大家就是2019级的专硕们 然后这个考试都能够顺利通过 如果觉得我这个视频对你们有帮助的话 还请大家多投币多点赞多转发 我是畅畅下期见拜拜